所以我們要去過爐 大概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就是福令其實它是道教的一個圖騰 也稱為所謂的通行證 這是其中一種講法 第二種講法就是說 你在請了這個福令 然後再過天宮爐的時候 其實主神他不是一直 陪伴在你旁邊去批誘你 你去跟關聖帝君求一張福 關聖帝君就一直陪在你旁邊 不可能 他是派部將跟著你 可是他大概半年左右他就要回來 回來了 所以你還要再去過一下爐 那個福令才有它的效果 如果你一直帶著 大概一年 兩年 三年 那個早就已經沒有效果 問一下就是說 事實上 你不管是什麼方法 符咒什麼那些 可是你不要自己嚇自己吧 對 對不對 我聽人家講說還有人打 以前還有人打電話問說 符咒可以互備嗎 因為怕又暖去 互備 我這個就互備 你這是互備的嗎 就是我媽媽就是怕 我媽媽就怕它會互備 它真的是互備 對 我以為是塑膠袋 真的撕不破 還有我都放在包包裡面 你給你媽媽壓力很大 是我媽媽 我媽媽對我們的關心 關愛 我看這老師有沒有圖板是什麼 是 因為說新的一年當中有沒有 因為太陽星化路 所以整個國家運勢的話 兩岸的互通是有無的 觀光的產業是興盛的 所以從事觀光旅遊或航空事業 是賺錢的 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的話 全球是和平的 只有台灣因為面臨選舉 所以衝突會比較多 如果整個來說 一棟求錢財 所以從事導遊 或是從事旅遊觀光是賺錢的 第二個因為無取化權 無取代表我們說就是 紫分董事物的財神 因為化權代表執著 所以整個股票市場 依舊是非常熱絡的 其實就是金融的商機是無限的 大家不要為了 年前的股票感到憂傷 其實就是財務糾紛是不斷的 因為化權代表糾紛不斷 其實就是我們說商業的糾紛 也是連連這是可以預期的 因為化權的關係 重點就是說因為明年太英新化科 很多人從事房地產工作 或是跟居家土地有關的工作 我認為房地產的房價是看好的 因為太英代表女生 所以今年的整個貴人是女性 所以我們對女人要更加尊重 更加保護 以及更加的一個 怎麼講討好之外 會帶來更好的好運 太英代表女人 重點來了 我們要趨吉才能避凶 先避凶嘛 你們看到最近有發生很多事情 都跟小孩有關係 明年是我們要更加發揮 我們媒體力量去關愛兒童 因為明年是天同心化祭 所以注意看到沒有 幼童受孽頻傳 兒童福利遭到剝奪 孽子不孝敗家 生兒受孕有愛 對小孩要付出更多的愛 那寶玲 以你們星座來看的話 2009年跟2010年 它的不同在哪裡 而且它所表現的在不同的地方 2009年是墨星進入水瓶座 是一個多變的星座 一個能量 那代表說大家都想變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去改變自己的內心 所以第一個看到的就會 一直不停的換感情 或者是換婚姻 或者是換事業 大家都想改變 但是換來換去 最終還是得回到自己 那2010年呢 就是一個靈性意識 覺醒的一個年代 你真正完全要做的就是 把你內在的自己換掉 把你的心整個洗滴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要愛自己 愛你的家人 愛你周遭的朋友 在這個時候很好玩的是 靈性成長的課程 跟心靈這個部分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問題是2009年 你剛剛講很多的混亂對不對 對 這個演藝圈也充斥一些什麼 人才兩世的這種區間 對不對 太多這樣的事件了 比方說隨便舉幾個 什麼伊仁靜對不對 伊仁靜跟他的 就是牽個手 然後就跟哈琳也離婚了 對不對 什麼翁家銘對不對 跟那個余小凡 外遇不斷 小禎跟那個李靜良 李靜良他緋聞就算了 然後醫療糾紛 對不對 洪曉雷家暴 對不對 賈靜雯去追 小孩萬里尋親近 去年其實真的非常非常多的 在演藝圈裡面 就太多這樣的事情 不管是家暴 感情 敵婚的事情 去年案件實在是太多了 去年是文曲畫季 文曲代表畫季代表奇人之禍 尤其在兩韓的戰爭有沒有 也是屬於兩韓 兩韓不能鼎立的一個狀況 今年是天同畫季 所以針對小孩子的部分 我們要付出更多的關心 這很重要 小孩對不對 對對對 那問一下 像這個牛腿 你每年過年會去走幾間廟 每年過年基本上就是 我們地方向的廟一定要去拜 很多觀眾會捨盡求援 其實在你地方上的廟才是最重要 因為它是保護你家人 整年下來保護著你的 所謂的你的家人 所以第一個地方廟一定要去拜 那第二個就是 我會去一些財神廟拜拜 我會去做一個八卦的圖形 那這個八卦的圖形下面用一張紅紙 然後紅紙上面用七個五十元的 然後擺一個七星鎮 然後裡面寫一個 倒標的圓亨力鎮 像我自己的財位就是 大的抽屜打開來的左手邊 所以我每年一定會到 拆神廟裡面去做這個動作 就自己DIY 這有做之前的收入跟做之後的收入 那真的是差滿多的 因為四五年前那個時候 是我人生跌到谷底 就是負債很重的那個時候 那真的時候其實做這個之後 每年就是每個月 所賺進來的跟以前是屬於倍增 然後也是差不多兩三年的時間 把債務也還掉了 就已經把清償掉了 光完了這張圖 我們又要再放大一次 OK 好 我們來請詹老師告訴我們 現在生效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以分三個角度 一個是在新年齡當中 求愛情的排行榜 第一名我們說愛情方面有沒有 屬兔的 本身來說是愛情運非常順心的 我們認為是愛情考驗兩得意 左右逢源討人喜 這是不錯的 屬兔的來說是可以期待的 其次是我們說屬豬的有沒有 異性追求來者眾 左推右拒難擺平 就是好多人都願意跟你接近 然後非常崇拜你諸如此類的 其次是我們說屬雞的 我們稱它愛情運叫做 人逢喜事精神爽 桃花朵朵難預防 這個愛情運是相當相當的強的 以世界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說第一名是屬狗的 工作忙碌壓力大 工作忙碌壓力大 代表說訂單多 服務的客戶越來越多 但是能力提升有斬獲 在這個過程中有學習到很多東西 以前沒有學習到的 其次就是我們說屬龍的 這是我啦 不會屬 年長 長官多支持 發財有機會好不好 值得把握好不好 第三名屬老鼠的 怎麼都沒人 不要把你講 因為等一下有三個 沒有屬到的生肖就是多旺 這樣清楚吧 多旺 其次我們說講這個財運的部分 有沒有 終於出現 你的拿 一定的 投資獲利在眼前 邁步勇往大向前 非常好 要在大向前面 不是 向前面 因為有押育 有押育 其實就是我們說的屬這個 屬牛的 合夥集資 貴人多 以前到處借錢沒有人理 最近水漲船高了 大家說你要不要分為一杯 跟我這邊有點露骨之類的 突然覺得很好 併購 商育的拓展有沒有 羊四海 也許過去對你不了解 像發現這個人很重 情重義 又懂得商育的一個維持 再來就是我們說的 屬這個羊的 終於入榜了 大膽 嘗試 勇氣佳 才來才去 有錢花 大財進 小才出 這樣才會賺大錢 其他有三個生肖沒有講到的 通通中獎都最好的 好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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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最好有啦 沒有的話再看別的 對 我們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是星座配塔羅 星座的部分是我們總共抽 十二個星座 十二個星座裡面呢 我們選出五個最 明年財運最旺的塔羅牌 然後我們選五千五名 所以呢 第一名呢 就是天蠍座 恭喜天蠍座 天蠍座抽到的塔羅牌是 錢幣二 代表的是 你的貴人呢 是一男一女 這個呢 就是一個年輕人 一對年輕的情侶 會是你的貴人 所以表示說呢 年輕情侶的話 如果你支持他們 他們就會幫助你成功 然後這個呢 尤其是投資房地產 是最好的 而且很好玩喔 是你會買到便宜的房地產 第二個呢 就是獅子座 獅子座抽到的是聖杯六 代表的是呢 是一個年輕的小男生 這個年輕的小男生 你可以看到 他的幸運物是一朵花 所以表示呢 紅花會配綠葉 通常啊 就是你事業上面 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貴人就是你男生 如果是男生的話 貴人就是女生 而且你的幸運物啊 就是跟花有關係的 你可以放花在家裡面 或者是帶花的投資 都完全適合你 然後這個是適合 投資股票 基金 房地產 會讓你賺到錢 而且這個投資的方法 很好玩喔 這投資的方法是